朵朵烟花在天空燃放 但下一秒 这起恐怖的爆炸意外 昨晚在击打双溪大年举行的 大宝森节庆典上发生 当时现场有大约三万人 而爆炸发生后 民众仓皇逃命 场面混乱 民众形容当时许多人都聚集在一起 欣赏烟花 没想到却突然发生爆炸 民众根本来不及反应 这起意外导致至少26人受伤 被送院治疗 警方在晚间8点半左右接获投报 而调查发现 这场庆典根本就没有向当局 申请燃放烟花 不知道为何会有人将烟花爆竹 带到现场 警方澄清 引起爆炸的是爆竹不是烟花 虽然初步调查确认 不涉及恶意成分 但四名涉嫌在场燃放爆竹烟花的人 已经当场被捕 四名嫌犯是在5月12点多被捕 警方目前援引1958年爆炸物及危险武器法令 以及刑事法典第324 以武器智商他人条文展开调查 NTP7综合道